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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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朋友们大家好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这里面讲的是分级和弦的弹法 这首歌的副歌用了扫弦 扫弦是六根弦都扫的 这样的 扫弦这个级和弦 三指按住六弦三品的时候 要给五弦三弦三弦三弦的时候轻轻触到五弦让它变闷 然后小指在一弦三平只按住这两个手指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BM7和弦扫弦的话就要按完整的和弦 前面前面的我的演示分级和弦的时候用的是不完整和弦 左手按的只是右手弹到的琴弦 这里面BM7是这样的有一个二品的一个横按 也是这首歌的和弦唯一的一个横按 跟弦在五弦 然后AM7这样的 这个BM7和AM7六弦不是跟弦 所以用大拇指给六弦支音 还有这个D和弦 D和弦分解和弦和扫弦按法是一样的 只是扫弦的时候注意 别扫到六弦 还有就是这个C和弦 C和弦扫弦的时候也是要给六弦支音的 因为六弦不是跟弦 这个六弦我通常是用按住五弦三品的手指 这个三指轻触到六弦 这样来支音 这个声音 朋友们也可以用大拇指 这样来给六弦支音 轻轻触到六弦 还有就是这个EM和弦 这个和弦不用支音 六跟七弦都是和弦音 并且六弦的空弦也是根音EM和弦 这首歌 伴奏部分呢 用了分解和弦和扫弦 这个分解和弦呢 用的一种形式比较简单 这样的 右手是 t1-e-23-e-20-0-0-0 就是这个分解和弦 看出来 Third tamp T1-231,T1-231,T1-231,就是这样的运动规律 只是在这首歌的过渡段部分,也就是第十四小节这里 一个小节由于换了两个和弦 所以说这里面T1-231,T1,下面就要换和弦 这是一个区别 刚刚还漏掉一个和弦 这个和弦在主歌的部分 这是一个B和弦的转位 低音弹了升D,是这样的按法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首歌的前奏 这首歌的前奏也是这首歌比较难一点的地方 我慢一点 前奏就是这样的,这里面用了积弦和勾弦 开始四弦的空弦,然后用中指积四弦的二笔 接下来是三弦的空弦,然后也是用中指积三弦的二笔 这里面的运动规律是一样的 音符是So, La, Do, Right 后一个音就是积出来的 这样体现一个吉他的演奏特性 如果不积就是 就是都用右手拨 积弦的时候右手是不拨的 下面看第二小节 这里面还有一个机弦 在乐谱上面呢 这个机弦上面有H的标志 就是这个H呢是在两个音符的上面 前面一个音弹完了以后 然后第二个音符是用左手 积出来的 下面看一下第三小节 这个第三小节的最后一拍呢 有一个勾弦 从二弦的三品到二弦的空弦 这里面用小指 拨完了以后 小指轻轻往这个一弦的方向 这样勾弦 用这个P来表示 也是这个P呢是在两个音符上面 开始弹奏 然后用这个勾弦的这个手指来勾出来 接下来到第四小节 慢一点 这里面还有这个机弦 跟前面的演奏方式呢 是一样的感觉 这样呢这个前奏就完成了 这个前奏尖奏和尾奏呢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尾奏的不同在于 在结尾的时候呢 稍稍彻了一点速度 后面用了一个八音 这样的 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主歌 然后再继续 然后再继续 下面进入到过渡段 这个过渡段从第14小节 这里面和前面和弦变换的律动 是有点不同的 前面是一个小节换一个和弦 在14小节这里的过渡段 是一个小节换两个和弦 在14小节这里开始的过渡段部分 一个小节是两个和弦 这个过渡段是四个小节 在过渡段的最后面一个小节 也就是17小节这里 一和弦 前面两个拍子是这样的 在第三拍时候 在第三拍子前半拍 有两个16分音符往下扫的 这个是给后面的副歌 做一个铺垫 然后第四拍子是 这个地和弦 是下上下上的感觉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呢 是下上下上这样的感觉 然后进入到副歌 我们看一下副歌 副歌开始呢 就是用扫弦的方式来伴奏 那是几个继续 loop的 虚子上下重点 在副歌结束的继续弦第四排 第三排这里面 一个排音下去以后 第四排又开始了尖奏 也就是跟前奏一样的 然后就演奏尖奏 这个尖奏跟前奏是一样的 慢一点看一下这首歌 右手的扫弦的运动规律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这个我数的是 这个小节里面的拍子 运动规律上下是这样的 下下下上上下下上 这个是一个小节里面一个和弦 在一个小节里面两个和弦的时候 比如这个第二十二小节这里呢 AM7然后是EM和弦 这里面就和前面有一点不同 也就是 不同在于什么呢 一个小节一个和弦的时候呢 在这个副歌的开始这个继和弦 比如说 一二三四 三的时候呢 是实际上是没有扫的 这个手指是空着回来的 是延续前面的声音 但是在一个小节两个和弦的时候呢 第三拍子是和弦的一个重音 所以这里面扫弦的运动规律呢 三和一是一样的 第二拍子和第四拍子也是一样的 这首歌整体上来讲呢 也比较简单 请客们参考乐谱 第二段的副歌呢 还重复了一次 然后呢 就进入到维奏结束 这首歌实际上跟原曲来讲 已经简化了一些段落 原曲呢 由于是乐队来完成的 所以说在情绪起伏上面呢 也比较丰富 段落反复次数比较多 这里面呢 是我编配的一个吉他的版本 请朋友们慢慢来练习 好的朋友们 本节呢 就到这里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